接著來看房市吧 一直說房市冷冰冰的 其實看數據還真的是看得出來 今年前2月全台灣的建物買賣移轉動數 6.49萬動 年減16% 那麼比起來2022年算是最高的 有7.7萬動 而今年這樣子的數字 其實已經回到了疫情之前 就是2018年差不多的水準了 是近5年來同期的最低量 那麼交易規模最大的六都直轄市 除了台北市衰退了2% 算是相對比較少之外 其他五都的衰退都是有在14%以上的 那至於先前很夯的商辦呢 其實也受到了全球的景氣都不好影響 很多企業都先暫緩了辦公室的搬遷 再加上今年的辦公室新增的供給數是蠻高的 所以有可能空置率會上看到7%左右 重返5年前的高點 那現在央行生生不喜 很多人想要買房 但是也會覺得壓力很大 而已經有房的貸款一族呢 就覺得負擔真的是明顯增加了 那麼今年1月份房貸跟信貸的雙貸族 數量是在34.9萬人左右 那麼已經減少人數創下了94個月來的新高 代表不太敢去房貸或是不太敢去信貸的人 當然也就變多了 那恐怕也是跟生息有關吧 覺得好像錢越來越不夠用了 不管是買房子或者是要做其他的投資壓力真的都很大 雖然說處於長期的通膨環境 不過呢專家也說其實發現一件還蠻妙的事情喔 台灣民眾似乎普遍還是蠻看重地產的 認為買房子相對是比較保值 所以對房子是抱持著短期雖然有一點點猶豫 但是長期並不放棄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那麼台灣的經濟發展研調中心還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購買房地產的時機喔 三月份還比二月份再多了一些些呢 而且已經是連續三十一個月都落在了一百點以上的樂觀區域 所以專家也說很多人可能不是不想要買房子 而是普遍者期待未來房價會不會在第一點在第一點希望減個便宜 但是很多的機農二代子女倒不這麼認為 很多人到現在不太想要回鄉去做技場 所以說在彰化這邊有一整排非常新的透天座 很多的買家都是淡農 說就是因為希望能夠讓孩子回家買個漂亮的房子 還被稱作淡淡無能 竹塘鄉公所附近一整排就是透天平房 不過轉個方向房子外觀大變 一整排透天豪宅新落成的房子 轉型的設計房價也大漲 一棟畢棟豪華從五年前一棟七八百萬 如今一棟成交價落在一千兩百萬一千五百萬元 聽說這樣大概屋價房價大概是多少 千三價吧 但屋主到底是誰外地人或是投資商 當地居民透露彰化竹塘鄉公所對面 其實這一整排豪宅又被稱為淡淡屋 全都起回來會案是淡淡屋 淡農買豪宅用意當地居民私下透露 雖然雞蛋價格創下新高 基農的身價也水漲船高 但傳統農業根本沒有二代子女想接班 實際求證房仲業者 淡農是一部分 因為大家都知道彰化縣是農業大縣 繼承的土地的外游的油脂 他們不會回來 他們就會選擇泡送 所以絕大多數的購買者 還是以在地人 還有建設公司老客人 平房還有這個中古屋 不會超過五百萬 但新建的話絕對都是一千二到一千五百萬 彰化屬於農業大縣 加上二零外溢住戶 只有一萬九千多人口的竹塘鄉房價也跟著賬 不過是否都為淡農買豪宅求子女回鄉接班 屋主都非常低調 不願透露 三零星文章話最後報導